Hello 大家好 我是程文宁醫師 長久以來啊 就是男生都是站在小便頭前面尿尿嘛 就覺得說這樣子 抬頭挺胸的把尿這樣很 大槓的解除啊 這是非常的好手 但是呢 今天我就要來說說 作者尿尿的好處 而且希望大家呢 如果有計劃的話呢 一定要好好的嘗試一下 作者尿尿這件事情 是不是對你比較好的 好 那首先呢 我要跟大家提到是 為什麼作者尿尿會比較好呢 第一件事情是 當我們在小便的時候啊 其實呢 我們是希望我們的這個擴約肌呢 可以好好的放鬆 然後呢 膀胱用力呢 不需要出太多力 就可以把尿解出來 那這樣呢 膀胱才不會提早老化 那站著尿尿的時候呢 因為其實我們兩隻腳呢 是用力撐著 我們身體的重量的 所以有的時候呢 其實我們的 擴約肌 沒有辦法好好的放鬆 那這時候你可能甚至 肚子還要用點力氣 才有辦法把尿解出來 可是做的時候呢 你可以完全的讓你的下肢 放鬆 那你的擴約肌呢 也可以得到一個更好的放鬆 那膀胱呢 就可以不需要這麼大的力量 把尿解出來 甚至有時候呢 我甚至會建議病人喔 就是 除了只是坐在馬桶上面之外呢 有的時候呢 腳上還要墊一個 差不多這麼高的一個小凳子 讓你的腳呢 膝蓋可以稍微高一點 這樣呢 可以讓你的這個 擴約肌呢 可以放鬆的更好 那小便呢 可以是解的更好 那有助於保養你的膀胱 所以呢 這是第一個 最重要的一個 狀況 那第二個呢 坐著尿尿的什麼好處呢 那坐著尿尿的好處呢 第二個就是說呢 因為有時候我們不是在小便斗上面上廁所的時候是馬桶 那馬桶上廁所的時候難免呢有些人會有分叉的問題 有些呢是因為包皮的關係所以有時候會有一些尿滴呢會散到 旁邊去 那久而久之呢可能就會讓你家的馬桶呢可能就會有一些異味產生了 那坐著尿尿呢完全都不用煩惱這樣的問題 所以這是我覺得第二個好處 那第三個好處是 如果說你的家裡呢有女性朋友的時候呢 因為女生通常都是坐著尿尿的 那坐著尿尿的時候呢 如果說今天是換你尿尿就必須要把馬桶蓋 先開來 然後呢如果說今天要換他的時候呢 他可能又要把這個馬桶的坐墊再翻回去 那在國外的時候呢其實 有禮幫的男生呢都是希望說呢 男生在上完廁所之後呢 要把馬桶的坐墊蓋呢再放回去 將是對女生是一個尊重跟禮貌 但是呢如果說你全家 大家都是坐著尿尿的話呢 就沒有這個問題啦對不對 你根本不用擔心 今天你的老婆或女朋友會罵你說 你怎麼又忘記把馬桶蓋放下來了 那是不是有 就是對女性呢又可以做到尊重又禮貌 然後呢你有異味 然後你又可以解的更好 對你的社會線對你的膀胱都有更好的一些 就是幫助喔 所以呢如果說呢 你長久以來都是站著尿尿的話呢 或許你不妨可以試個幾次看看 坐著尿尿 說不定呢 可以有意外的收穫喔 我是崇尔明醫師 今天呢就很簡單的跟大家介紹一下 坐著尿尿的好處 我們下次見 拜拜 拜拜 拜拜